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上一个讲次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谈到整个网站应该架设的一些注意的步骤跟一些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在这一节里头呢 我们跟大家再进一步来谈我们怎么来架设一个网站 甚至呢 我们怎么样把进到front page来开始怎么样设计这个网页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 在这个讲次里头呢 我们第一个当然告诉大家怎么安装这个front page 那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实际安装 那我们大部分的请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我们书上所写的部分 第二个 我们在这边要告诉大家怎么去认识一个架设一个伺服器 网站伺服器 那当然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电脑来架设 那我们等一下就做给大家看 再来呢 我们要去启动跟离开这个怎么样进入这个front page 和怎么离开front page 那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讲次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整个front page的工作环境 好 那当然我们要装这个front page 那front page呢 基本上它是Microsoft Office系列中间的一个成员 但是它并不是在装office 它就会帮你装好 那这个是要额外的装的 而且呢 它这个有的大部分的这个office呢 并没有贩售这个front page版本 要有特别的版本 它才贩售front page2003 那这个地方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那同学要安装的话 那可能要再去注意这个细节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课本上有都提到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安装给大家看 那我们只给大家看一下 假设你安装的时候 必须要额外的安装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画面 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网站跟网页还有伺服器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如果自己的电脑想要架设一个网站 那我们本身的电脑就要当成一个伺服器 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 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电脑呢 设定成是一个可以 这个里头可以容纳网站的一个伺服器 这个部分呢 我们做给大家看 我们再把这个图再仔细看一下 那在这个图里头呢 我们把本身我们自己的电脑当成是一个伺服器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设好多的网站 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电脑上面呢 建立一个像这样网站伺服器 那我们必须要在Windows下面 就是去执行一个系统程式 我们称之为IIS 好 我们先看画面 我们要执行IIS呢 基本上呢 我们去找到控制台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控制台 我们点下去之后呢 控制台里头呢 我们找到一个程式 称之为新增跟删除程式 我们把它挤开来 好 在这支程式里头呢 我们要去装IIS 首先我们移到这个 新增移除Windows元件 这个按键上面 我们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弹出一个画面 好 我们把这个量放大 来 我们找找看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称之为叫做Information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的这一个系统程式 这个前面的勾呢 是一个就是一个有颜色的勾 它不是就是表示里头 并没有完全安装完 我们可以去再详细看看里头的内容 我们点这个详细资料 好 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装IIS呢 除了装本身的IIS的程式之外 那我们还要装一个叫做 Front Page 2000的Service Extension 这一支程式 Front Page 2000的Service Extension 这在Windows XP上面 装这一支程式 那在Vista的系统 它是2002的Service Extension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当然有的东西 你可以打勾 可以不要打勾 那这个一定要把它打勾上去 打勾完以后 我们就按确定 就开始安装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已经安装了 所以呢我们就取消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你安装的时候 你要确定你有安装 好 那我们就等于算是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这里头有安装呢 请大家还是再回到 这个控制台的画面 那我们在控制台里头呢 请大家去找找看 一个叫做系统管理工具 这个 那我们把它起开来 把它起开来 好 系统管理工具里头 我们可以找到 如果今天我们有装IIS 这个地方的IIS呢 就会有一个元件 跑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叫做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我们把它起开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画面带过来 这个画面在这里 这个是起开了IIS之后 那这里头它包含了什么呢 因为IIS基本上 它就是要去建造一个 所谓的网站伺服器 我们从这个地方点下去 可以看到这里头 它帮你建造了一个网站的 一个目录的环境 那这个是我们的电脑的名称 叫做Home Home.xp 这是我们电脑名称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那在这里头呢 网站里头呢 它就帮你预设了一个 网站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以后呢 任何的网站要建立 就会建立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 为什么要建造IIS IIS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网站伺服器的一个城市 建造一个网站伺服器 好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了 好那我们把它关起来 那也就是说大家在执行上 如果这个你自己的本身的电脑 要当成是一个网站伺服器 你就必须要装IIS 像在接下来的IIS里头呢 你必须还要再装什么 front page extension server 这个东西呢你必须要装 就是这两个东西呢你都要装 那那个front page呢 server extension这个软体在做什么呢 通常它有两个重要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它连资料库很多表格 必须要在server上执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server extension 那或者呢有些特殊的元件 比如像什么计数器啦 这一类的元件 那这一类的元件呢通常也是要在什么 server上执行的 所以我们要装这个front page server extension 就是这两个东西大家在执行网页上 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的电脑 如果要当成是一个伺服器 那在下面有很多的网站的话 你必须要装这个IIS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装好了这个之后 那我们来启动我们的front page 那在上个讲词的时候 我们已经启动给大家看过 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画面 好我们从开始的地方打开来 那我们找到我们装好的这个front page 这个2003的版本 我们点下去启动 好那启动呢我们把画面拉大过来往后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环境里头呢 基本上来讲我们上一次介绍过了 这中间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制作网页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做的就是说 我们启动了front page 那我们把这个环境稍微介绍一下 接着呢我们就开始来 怎么来这里头建构一个网站 好我们从这个最上面开始看 我们把这个画面往上放 来这个最上面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标题列 那这里头呢包含了 我现在的执行的城市的名称 后面呢是我执行的里头的城市 就是说我这里这个front page 现在执行这个叫newpage1.htm 那这个我们还没有重新命名 所以就是这个基本的名称是这样 接下来呢这一列呢 我们把它称作为功能表列 那这里头所有的功能呢 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就跟你打开word 打开excel是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稍微再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后面有这些的 我们称作为叫做hard key 就是说它是快速键 直接按ctrl o就可以做打开 那另外呢有的这个有箭头的部分呢 表示它还有什么 还有止目录 那我们再把它这个往下打开 这个里头可以有更多的内容可以选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想我们大概所有的工具呢 都是在这上面都可以选择的 这个地方 所有的工具 那我们之后呢慢慢都会用到 那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最上面的所谓的功能列表 那接下来的这一列 我们再把镜头放过来看 这一列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工具列 那这工具列呢可以增可以减 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增加 工具列的目的就是加快 我们在执行上的这些时间 可以我们可以节省 我们直接按一下它就可以做了 那工具列呢当然很多 我们可以从检视这地方拉下来 而检视里头这边有一个叫做工具列的 这个凡是这边有打勾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拿到画面上面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班有格式 有工作窗格的都有打勾 那如果说没有打勾的部分 你想要把它拿上来 你也可以按一下 它就会什么 就会拿到这个画面上来 好那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先介绍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继续介绍这个内容 好我们刚才介绍到 这整个工作的环境 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整个环境呢 跟Word这个是非常相似的 那这些操作的这个程序呢 跟这些方法呢 你根据学过这个Office系列的 大概都是大致上是雷同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假设你IS装好的之后 你怎么知道你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IS起来后 对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有没有装好 那我们看一下画面 我们怎么来测试我们的IS 是否已经装妥当 好我们看一下这画面 当然假设你要测试你的画面 IS是否装妥当 你从开始的地方 先把IE叫出来 我们看这边 我们把IE叫出来 好那IE叫出来后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在这个IE的这个 这个上面的网址的地方呢 你打上所谓的localhost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 localhost 这几个字 localhost打进去之后 如果今天有画面出现这个 表示你的IS是安装成功的 表示它是一个成功的安装 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本身自己的电脑呢 可以什么 当成是一个网路伺服器 好那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做自己做测试一下 好那我们把这关起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个front page的画面 在front page里头呢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自己本身可以这个 执行这个伺服器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开启一个 网站 我们现在开启一个网站 那这整个工作环境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我们就不再特别在赘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开启一个新的网站 好我们把这带 还是带到这画面上来 好请在左上角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快速按钮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这个代表我要开启一个新的网站 那我们按下去 产生一个新的网站 那这中间会产生一个就是网站的范本 那网站的范本这个地方呢 当然你可以有很多选的 比如说我就选单 单页的网站 或者我选一个个人网站 这都可以 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先选个人网站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页里头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们看右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准备要把我们的网站 放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的网站呢 第一个可以放在我们自己的磁碟机 本身区域的磁碟机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上面写的是 我的Document的Setting 这个我的目录下面 那也可以放在我们刚才IIS所建立的 这个所谓的伺服器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写成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就必须要用HTTP冒号 这个地方是我的电脑 对不对 那我们电脑下面 Home-XP 这个是本身我们的电脑 尤其我们刚才看过了 那这个地方的名称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怎么设 好 在这里头呢 这就是我们的 准备建造的新的网页名称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叫做MySite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网页 这个打完了之后 你的IIS建立成功 你就可以建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目录下面 好 然后我们在这地方按确定 我们看下面 点选确定 好 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荧幕上 有一个建立新网站的图示 告诉你说你的网站要建立了 好 这个时候他帮你建好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头包含了很多网页 那我们把这个这个画面往后推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画面里头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网站 这里头网站里头就包含了非常多的网页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他帮我们建好的网页内容 这个是我们怎么去建立这个网站 我们再把画面往左边推过来一点 那这边呢 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资料夹清单的部分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这个 我们在这个资料夹的工作区里头 用到的资料夹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网页里头 它自动帮你管理这个资料夹 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的开始的位置 就是整个是一个目录区 那这个网站呢 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 这里头的就是所有的他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看看在这里头呢 因为我们这个网站是建在IIS 我们本身机器上面 那我们的首页的名称就叫做Defaul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efault.htm 这个是我们的首页 这个首页的图示呢 跟一般的网页的图示不一样 它有个房屋的这个图示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们今天要起开这个首页 我们直接在上面点两下 好我们把画面拉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它帮我们自动建立的一个首页的图示 这个就是首页 那也就是说它帮我们建立一个 我们的个人的网站 在个人网站里头的首页 长得是这个样的 当然大家看到这边 就好像我们在编辑Word里头 一样有很多的段落符号 很多的这个线格子这个 没有关系 因为真正你在执行这个网页的时候 是看不到的 就会跟看到我们的Word 真正印出来后 那些东西都没有的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建立的一个网站 好那我们在这个网站里头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我们的网站 到底它真正的存放的 这个目录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这个位置呢 其实仍然是在我们的什么 磁碟机里头 只不过呢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IS 把它当成是一个网站伺服器 所以呢我们到时候 这个位置呢 可以被其他的人呢 透过网路来什么 来分享来截取到的资料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在存在什么地方 好我们看一下画面 好我们要知道这个网站的 位置在哪里呢 一样我们从开始打开来 在我的电脑这个地方 好我们找找看 就这样好 我们按一下 把它起开来 好我们的电脑里头呢 当然我们在这里头 找到C磁碟机 C磁碟机 好我们点两下 好我们把画面往后推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目录 叫做这个 INETPUB 这叫做 INTERPUB 对不对 这个目录就是我们的网站伺服器 它所存放的目录 那我们点两下 进去看一下 好我们再往上推 来看看这个画面里头 在这里头呢 网站 等于说这个网站伺服器 所存在的目录里头 它其实里头有非常多的服务的内容 那我们真正的网 网页的位置存在这里 网站在存在这里 wwwroot 这个是我们网站的位置 好我再点两下进去 好在这里头 你也可以看到 它有mail 也可以是有FTP的 这些root都可以存在 所以IIS它所服务的东西 并不只有是网页而已 我们点两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新的 网页的 它会存放的位置的内容 那也就是 就是你之前 如果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my side 对吧 就是我们之前建立的这个网页的 网站的内容 我们再点两下进去 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整个刚才在front page里头 看到的所有的网页 都在这边呈现 好我们把画面往后退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目录 好这里头呢 就是我们存放的位置 好大家看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上面这条路径呢 就是你实体上真正存放你的网站的位置 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网站伺服器里头 等于说我们现在本身自己的电脑 是做网站伺服器 那我们在这个网站伺服器头 事实上可以存非常多的网站内容 可以存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其中我们建立的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内容 OK 好我们把画面往后拖 好我们回到我们原先的这个front page的画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 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启的这些网页 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开启一个网站 好那我们现在开启的网站 当然我们第二个目标 我们就是要把 如果把这个网站要拿掉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一样我们点选这个地方 请看看画面 我们点选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网站 然后呢我们如果想要把它清掉 我们把我们把游标往上移 在这个地方编辑这个地方打开来 这个地方有个称之为删除的 我们就可以按下去 按下去 这个时候呢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我们放到中间来 这个地方他弹出视窗 告诉你说你要删除这个网站 是要把所有东西删掉呢 还是指什么 把一些关联把它删掉 那仍然保留它的实体 那如果我们希望把整个网站都删掉 我们就按这样删除整个网站 如果按确定 这个网站呢就被删除了 好那我们可以把画面往后推 我们发现到这个整个front page呢 就是空空的 就是跟之前刚进来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假设要再建立一个新网站 我们再从这地方建立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建立的网站 但是放在什么 放在我们的IS下面的这个 伺服器里头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再做一次 把它建在我们的指目录 某一个的目录下面 等于说是在我们的 local的磁碟机里头 那这个local的磁碟机里头 那这个local的磁碟机里头 当然以后我们要把它上传到什么 我们的网站伺服器 就等于说我们自己本身的电脑 不是网站伺服器 而我们只是在什么 自己在这边建立一个目录的环境 把我们的工作放在这里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等会再介绍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那我们刚才介绍到 怎么样在这个IS上建立一个这个网站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目标呢放在说 哎我们把这个网站呢 直接建在我们自己本身的磁碟机上面 好那但是这个 并不并不能让人家浏览到这个内容 那我们建立在这边只是我们方便运作 好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做这个建立 我们把这画面移到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画面栏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在刚才的地方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拉下来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这个是之前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从档案里头拉下 在这边按开启 或者说我们要去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网站 好那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做 从这个地方按工作网站 这边按下去 好一样回到这个画面 在这里头呢 假设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个人网站 好我们按这个个人网站 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选的是 呃我们现在的机器 透过http 那这个是一个IS的server上面的一个位置 对吧 那我们现在选的位置呢 是比如说我现在选是 在我的电脑上面 my document里头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桌面上面 我们建立一个叫做web的 这个网站的位置 好这个地方打完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透过浏览去选 透过浏览去选 我们假设这样透过浏览 我们把画面放后面一点 透过浏览呢去选择说 我要放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浏览的结果呢 当然呃 直接就会印在这上面 好我们 来回到这个画面来看 好我们假设这个地方 已经选到了我们所要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就按确定 好大家看在下面 我们移到这边按确定 好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你建造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位置在哪里 就在你的桌面上面 那个网站就在你桌面上 整个网站的实体是在桌面上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就告诉你的网站的实体的位置 就是在你的桌面 C磁碟机 Documented Settings 然后在行的目录下面 桌面上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我们建造了一个叫做Web的目录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摄影机往后 我们把这个画面收下来 好我们看看在画面上这个地方 的确有一个目录 对不对 新增了一个目录 这叫做Web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就是你建造了一个网站 而这个网站在你的目录上 可是这个网站呢 人家没有办法浏览到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内容呢 跟我们刚才建造在 IS上面的 server 这个web server上面 是一样的 就在这里头的内容 是内容大同小异的 因为它是由front page 帮我们建造的 但是它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它所扮演角色就不同 好 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网站 好 我们再回来到我们这个画面上面 好 我们可以看 仍然到这个front page的画面 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这个环境 那我们建造一个网站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内容在这里 那这个网站已经存在了 可是这个网站呢 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去发布到 我们真正能够大家截取到的 这个网站的位置 那我们在这里存呢 只是我们自己在做修改 在设计上使用 那这个位置呢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网站关起来 我们直接重新开启这个网站 看怎么做 好 我们把这个网站关起来 请把画面往后退 我们按这右上角的叉叉 就是我们要什么 把front page关掉 现在呢 我们要开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 那如果要开启这个网站呢 直接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起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头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 这个是整个网站 那网站的首页 在这个地方被内定成叫做index 大家想想看 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做的一个首页叫做default 那为什么这边又叫做index呢 事实上呢 那在首页上面有两个名称 都是通用的 一个称之为default 一个称之为index 那front page会根据什么 根据说你的这个主机啊 你的这个server是什么样 那如果是早期像iis 这里呢 它就会用比较旧的名称 就叫做default 那如果是新的主机呢 它就会用什么index这个名称 那index的名字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放在我们的local的目录下面的时候呢 它就是用index名称 如果你开在is的server呢 它就是用default的 好 这个画面我们再回来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首页 那我们一样 从开始的地方 把front page打开来 那我们把画面推到后面一点 那我们就什么 来叫用这个已经存在的 已经存在的网页 我们开启一个网站 这边用开启一个网站 那开启网站呢 我们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桌面这个地方 大家记得吧 我们在桌面这边有一个web的画面 我们按开启 好 这个就开启了我们整个的网站 好 那这个整个过程 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们网站可以放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可以放在我们的网站伺服器 也可以放在我们本身的机器 那如果要放在网站伺服器 那你本身的电脑 就具备要有网站伺服器的功能 你就必须什么 去建造一个is的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程式 去开启这种windows windows上面它会建造这种系统程式 让你能使用 好 那这个部分呢 请大家多练习一下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再回来看到我们的画面 好 这个画面呢 其实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开启这个网站 那大家注意到 在这里头呢 我们的首页在这边index 你按两下起开来 我们看 这跟我们刚才看到的default的首页是一样 请把这个后面往后退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页跟我们刚才一样 只是名称不同 一个称最index 一个称最default 那我们刚才提过了 跟你建造的这个伺服器有关 你看你建造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现在没有建造在任何伺服器上 所以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就不要index 这点大家特别要注意到 好 那这个是 我们刚才示范的几个动作 一个是新开一个网站 那新开网站可以包括开在我们的local 可以包括开在我们的什么 这个伺服器上面 那我们也可以开启一个存在的网站 那存在的网站 那存在的网站一样 如果今天你这个开启状态 是可以开在伺服器 也可以开在你的local的区域的这个目录下面 都可以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画面 请大家再回来看 那我们在这画面里头呢 当然我们刚才介绍的整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内容 那这个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就称为是网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很多的网页 这是很多的网页 每一个网页呢 基本上呢 都有它自己的内容 是吧 我们点两下呢 后面旁边这个地方 这个网页的内容 就会有所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就会有所变化 对吧 那这个网页 那我们要去看它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网页的内容 如果我们想要去看 基本上呢 你就透过这个画面上面 这边有一个按钮 如果我们真正要放在IE上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移上去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 我们会在这个IE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网页的内容 好 我们点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真正就是看到结果 对吧 那些的这些段落符号呢 我们统统不见了 这个我们把画面往后推一点 往后推一点 我们看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IE的画面 那这个后面的画面呢 是front page的画面 这两个画面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是IE的画面 这是front page的画面 对吧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们刚才说在哪边 在这个这样 点选这个 点选这个按钮 就可以做切换 OK 好 那画面回到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讲次里头呢 告诉大家 怎么样来建造一个网站 建造一个网站 透过IS 那怎么样 开 从front page开 把这个网站 建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就是说的伺服器上面 然后怎么样 把它建在local端 当然 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以后大家可以 浏览的方式就不一样 那现在一般里头 我们就要再上传 那我想这个讲次呢 我们就讲到这边 我们谢谢大家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国际教育的文化频道 接下来 也不必须